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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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杨帆稍稍稍好一点 有不明飞行物 12号手里的 确实这个受到了一点点影响 不过还不错这个局面 目前能看到的只能是公6号 对 现在也明显看到从那个局面上也是这个被王鹏被压制的一个状态 始终都不是很顺畅的打 这个球处理的不错 现在逼得他只能去打12 但是杨帆也不会上当 其实局面来说 应该是小球有一点优势 因为这边都包着大球这里 现在怎么这么讲 就是从现在的局面看没有用 因为下一个还不知道就是什么变化了 比如说在等看谁上手的机会开始算 现在还没有上手进攻的机会 嗯 他能保着碎吗 打4号 嗯 还不错 呦 中带应该漏了 嗯 漏的话这球供起来好像 没有太大的意义 哎 要不要打12白球再跑一杆子 哎呦 你看他一直就在考虑哪个球有路 哪个球有路 所以现在杨帆他的整个的这个 竞技状态的只要有一点 有一点那个青台的那种路线 他就会选择这样 对 这是好事 尽量的打出完美的青台 这是 嗯 既然又又是观赏性的 又是竞技类的 我说从观看的角度上来讲 还是比较 超外观众请保持安静 嗯 看这个球 这样的话打10 打10怎么叫呢 打10应该就要走9来 走9走个正角 9号正角如果非常合适的话 有可能低竿直接就拉到12的那个 对 他刚才看了一眼 12号应该还有下 但这个球很很关键的 就要求 干爬又很细腻的力度 好 不能过于低 这样的话容易 哦 容易抓 挂到了 挂到了 这样角度就大了 嗯 这样的话 低竿加右赛应该 能碰到3号而已 要是想碰到12或者叫的话 应该好像不够了 嗯 马哥还是马哥哈 你看这个球就是 线路是 但是他出肝的 这个动作收肝收的力有点偏快了 导致的这个低竿的运行轨迹 还没完成 直接就提前装酷 就算产生赛 他的分离脚已经不够了 嗯 力度其实控制的不错了 对 现在的球手打球啊 只是可以说 愿不愿意去防守 并不是说防守的能力有多差 是的 相对就是比较顶尖的 这些球手的话 都是其实想防都能做到的 对 每个人的风格不一样 就是那个 防守的这个重心程度 有的人就会花的精力稍稍 重心稍稍多一点 防守相对多一点 有的人就是相对少一点 嗯 他怎么判断12号可以够翻呢 难道要一个跳跃式的 绕过3号球阶吗 这个球理论上就是 应该12号翻带 借2号立 一会划个边就进了 他上来就直接抱一个翻带 继续跑 还不错 8号挡住了一 这样的话对王鹏来讲 防起来还是有一点难度 对的 你像这种球爱好者 仔细看一下 其实你看杨帆这两杆的处理 他在防守的时候啊 尤其你球胜的少 对手 球胜的多的时候 你知道台面上哪个位置 就是对手就是比较尴尬 要找到 你看杨帆这两杆 就找到那个合适的位置 就知道大概那个位置 对手处理起的比较尴尬 所以说你看这两杆 一直都留在那里 嗯 看看好像还没没留下漏洞 看看杨帆要攻的话 是不是会打一个传球翻带 翻中带 要不然现在只能 这杆再跑的话 就不好控制主球的力度了 应该会漏掉了 嗯 看看好像 看的是 等等啊 看他的想法 难道一库撞一下一号 把一号踢死 还是 还真是 算球翻带 那这样的话 主要力度控制好 看这 嗯 还好 这样进了的话 效果也不好 不过 现在已经留下机会了 嗯 哦 七也够 七一号 二号 都可以打 你像这个局面 王鹏上手的话 应该没什么问题 因为王鹏就围球啊 像这个六七鹤球 在半台的话 控制起来 就是他是 他是最擅长的 他属于细腻型的球手 看打六 要不要先去做五号 或者是加赛尖叫四 嗯 还不错 看了一下 正好是反角哈 嗯 看是灯一干 对 小T干 嗯 没问题 对 嗯 拿一再重新调整一个 三号 对 三号 尽量先不要先 尽量不要先交二 交三 嗯 故意留出大一点角度 应该还是轻推 这个角度很舒服 8号球中弹 第九局红棚上 1分3比6 其实这两个人一路打到决赛的话 现在在南昌爱好者 现在现场观众也比较多 就是两边的 就是这个球迷 希望自己喜欢的球手赢 也是在现场 掌声也比较激烈 两边赢了都掌声都很多 对 有点那个 因为最近也是世界杯爱好者 你看像打台球爱好者 喜欢足球也多 对 世界杯 好像是今天和明天 都是休息日 虽然我这不懂世界杯 我也昨天看了一场 你不懂应该比我懂 我连休息日都不知道 我都昨天看了唯一的一场 那这样的话 大家可以睡个好觉 明天关注亨德利挑战赛 是这样的 如果这场比赛 如果杨帆拿冠军了 那么杨帆这次就 不能跟亨德利打挑战了 因为这个桥氏的这个赛制 就是说 曾经就是今年打过 亨德利挑战赛的 就不允许再打了 之后顺延到第二位 如果第二位今年也打过了 那么就一直顺延下来第三位 正好王鹏 今年没有跟亨德利挑战过 如果要是按我说的这个成绩 杨帆冠军的话 那么明天应该就是 王鹏对阵亨德利 我一场表演赛 对对 记得是在包头 一号球冲的 应该是应该是顺势的走到这里 其实他也没想走到一号翻的 挺巧的 看着力度尽量轻一点 留住2A 可惜 还是打厚了一点 原因 看7号球有没有线路打进能出来 7号球抵戴 如果可以的话轻一点 直接做到3号球 3号球 好球 好的 力量小的可以做到中带 这大的话刚好抵戴 好 看到 右侧的5号应该有下 这样的选择的话 尽量不要选择去 先叫2号位 尽量先打5 那5号球的角度如果不合理的话 那么这球就必须得打2了 看上角度还可以 有点向上的角度 好 一个旋转一扣 稍微调整一下 分离角 8号球比达 没问题 10局 杨帆受 1分7比3 8号球比达 8号球比达 没问题 10局 杨帆受 1分7比3 开球比达 都是走到哪里顺势的完了 再去处理 每个人打球的风格也不一样 假设 你看这个白球 假设这盘球让王鹏去打的话 假设要一杆 真的也一样 倾台的话 会处理的比杨帆你的多 对 两人秋风确实是 王鹏这个细腻程度要领先一点 但是现在王鹏的唯一的 问题可能就是在于心态上的调整 他的打法 球技很细腻 但是球风比较 就是打那种性情球 他也会想办法的 王鹏比较聪明的选手 又换了一个开球的一个 好 看看 不错 他一直在想办法 冲球各方面的打法 一直在想办法 非常聪明的 王鹏是比赛在比赛过程中 会一直根据那个情况去去调整自己的一些打法啊 或者方方面面这样 对 王鹏呢 也是一个算是全能的运动员啊 他游泳跳水 乒乓球 这样的 哈哈 什么都会比较全能 12号球 底带 因为今天那个下午俩吃饭的时候 大家提过 这样的 那个如果那个这一次杨帆获得冠军的话 依然可以挑战恒德利 这个规则已经 今年就已经改变了 那这样的话 这个两人争夺冠军不只是单单的四万块 还有可能打败亨德利 还获得另外的一万块 好 刚刚说到这个王鹏 很有意思 他前两天 前一段 去像那种 蹦极 还有那种 哎呦 这个 应该是手 手 对 前手架的问题 比较喜欢玩极限运动 像这次我去上海打那个 找我赶上那个九球的公开赛 看到了一些这些老外 菲律宾的也好 美国的也好 台湾的也好 呃 就是 这一次去 呃 看那个九球比赛 有一个深刻的一个 观念就是 前手的支架 呃 像有一些比较有名的一些知名的世界级的选手啊 他们前手支架 给我的感觉特别的刚毅 像是那种 呃 他们不是在把手放在台面上 而是一种 吸附在台面上那种很很坚硬的那种感觉 像是在抓抠住台你 所以说在某些关键球手架不输的时候 你的前手尤为的重要 比后手还要重要 嗯 是的 是的 尤其九球 九球因为 要求干法比较比较关键 嗯 前手要不稳定的话 哎 这个球处理的很好哎 很漂亮 这就是那个王鹏的一个特点 这样 很细腻的 好看看这杆球是两库轿 还是绕起来三库轿 两库呢就是直接第一点 压住杆直接从15号 5号球的边 两库绕过来 或者是三颗星 这个球我的感觉是方方面面的原因 这个球它的感觉应该是台步比较新高干发力会稍稍稀疑一点 这样他一吃库就就两库就弹起来了 完了 但是现场今天雨下的比较大 有可能交边整个有点潮 一吃库他就有点跳 所以说没达到那个王鹏心中想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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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果 这原因算是比较比较重要的 然后现在看看这个角度5号球 看下没有 4号 4号球底彈 5号球没有只能选择4号 漂亮 其实像这种反脚球爱好者也要多练一练 这个球其实在你面前你趴去你视线当中 带口基本上不是在不太在你视线当中 这种球要求的球感或者打白球的点更要求更高一点 对主要就是一个良好的判断力 我发现咱们打中巴的就是用架杆的还是偏少一点 像王鹏今天我讲的他用架杆用的少 应该觉得没有把握 所以说架杆也需要练 因为有些时候左手也不是说那么全能 你看左手稍微还是对力量上 掌控上还是有一定的问题 是的 像马哥说的对 像中巴的选手 除非是斯诺克选手转到打中巴 那个加感还可以 你假设像郑宇博有机会你爱好者可以看看 可以看看他的视频 他的架杆用的就不错 因为原先练过斯诺克 相信这些用九球杆的爱好者 不是九球杆的选手 他的架杆相对都几乎没怎么针对性的练过 那这杆调的力度非常好 杨帆的可怕之处就是 他不是说在领先多少 也不是说轻多少 他这个一打风起来的那个竞技状态 他会把比分一瞬间扩大 就是可能对手还没有反应过来呢 瞬间就拉大了三盘四局的比分 所以说这样的话 他等对手反应过来之后 那个压力马上就无形当中就会增加不少 对 尤其他的他的风格和和郑宇博 他们都是一样的 就是进攻比较凶猛 有可能真的你没有反应过来 就连赢击盘 像郑宇博也是也是一样 他们两个风格差不多 我知道杨帆以往对待恒德利的战绩 应该是有一个打恒德利一个7比0 好像还打了过一个7比1 7比2 还有7比2 有一次恒德利举白棋了 杨帆确实现在的 不管是竞技状态 各个方面吧 就算是应该是目前排名靠前的前四位的选手 他们的整体的经济水平 就是整体的都要强于其他人 包括他们的青台能力 进攻能力 对局面的掌控 最主要是源自于这个成绩带来的自信心 是的 运动员的成绩其实很关键的 因为中国有很多打黑8的选手 也是水平都不错 只不过在平时训练很刻苦 打了没有成绩 他有可能在打球过程中 他就怀疑自己 如果他的付出有回报了 有成绩了 他打球的时候越打会越自信 其实话又说回来 刚才马哥说的 恒德利跟杨帆的那个比分 就是像开玩笑来说 像我这个年纪的 应该看恒德利打球长大的 恒德利的个人能力水平都是很高的 这毋庸置疑的 但是只不过就是八球打的少了一点 如果他针对性的好好地去练的话 他的水平应该跟这些国内顶尖的选手 指定不会是下风 对是这样的 因为恒德利比方说今天晚上到 明天今天晚上到了 到了之后可能还有一系列的宴会活动 到了之后他从英国过来 那边也没有那么八球台 也没有那个平时训练的机会 之后来了之后都没有很好的休息 第二天直接就过来比赛 所以说这个大家也体谅一下 恒德利呢主要是以推广为主 他的秋风咱们也看到 他几乎不用去打防守的 全是在进攻 他尽量展示他更完美的一面 因为恒德利的打球的风格 他退役他也说过了 他现在他喜欢赢球 已经就是说胜过了一切 所以说到现在已经看不到 那个经常能赢的这种状态了 他就宁可选择退役 恒德利其实对台球的影响 应该是影响很大的球手之一的 因为他之前是戴威斯 完了就是恒德利 他的球的打法啊 节奏的感觉啊 对整个这个世界 这个打球的这些球手 其实后期这一代的影响力都很大的 他是对球对斯诺克也有个改革的 他的一个节奏啊 打法在恒德利出道 就是成名之后 就以前在恒德利成名之前 以前就是跟恒德利这种感觉 打法一样的 那几乎好像没有 他是对这个改革很大的 对尤其是对70后的影响非常大 嗯 角度稍微尴尬了一点点看看 啊 这就是王鹏的这个小球处理的细节 你看像这个球 其实处理的应该也还可以 还算可以 稍微再厚一点点 效果会更好 好 现在吃要处理好 从三和七的缝隙间钻起来 再弹起 看看这个按球 主要看出杆这一瞬间 他的发力状态 哦 不错 直接直接脚位 对 哦 这样这样更合理一点 因为如果要是弹两裤装 弹裤起来的话 应该会加大了进球的难度 嗯 后手更远 王鹏胜 几分四五八 我可以加大了进球的难度 我可以加大了进球的难度 你要是弹两个人 这一三个人 我可以加大了进球的难度 我可以加大了进球的难度 我可能是弹三个人 现在那个王鹏开球 第三局 王鹏开球 你看王鹏找到一个进球 感觉这个位置会炸进球 你看他又再调整 调整完了到这个位置 他就不动了 你看他这两盘炸球 都是在一个位置 这些就是爱好者要注意的 就是有些时候 有些时候就不要太轴进去 就是在一个位置 或者是或者要有变化 在打球中有变化 船外观众请保持安静 是的 球杆其实对于运动员也比较关键的 他有可能这些球杆很好 就是性能上也很好 也有可能这性能再好 他也不适应他 就是有可能适应别的球手去用 这也有可能 вполне适应说 有些人 打打薄了 其实他整个想法 其实已经做好 只不过没打进 像那个14号 现在是反脚 直接假设打进的话 T8号 完了15还可以过度 那看到的是一个主球 把14号带进的一个线路 如果这杆成功的话 效果非常好 一旦成功了这一局 王鹏就不利了 很漂亮 王鹏现在只能是 轻轻碰一下 13号 就算露出来7的话 也无所谓 打好的话 应该能全体斯诺克 这样的 处理得很好 轻轻的解 不要发力 现在杨凡有一个 12号球 有机会 王鹏这个球 角度也许看 我看得不太轻 王鹏现在可以 打底带去 可以8 也可以 对 打15底带 T8号 如果稳妥的话 也可以在杨应该是3 但是 要建议他打进攻 对的 其实这个爱好者 也要注意的 其实自己 比球胜的少了 假设对手 球胜的多 一旦有进攻的机会 尽量还是要选择进攻的 因为你再防的话 防来防去 还是相对要被动的 这个球没有打进 就是尽量不要打后悔球 还不错 这样的话 4还有 13 没有下 处理得很好 13号球 底带 反弹底带 进攻交位了 这个球 一旦真的打进 效果会很好 打进之后 12号 应该也会 到位 可以打 其实这个球 我建议他打两裤 就是 如果力量再大 的话 两裤效果 可能更稳妥一些 因为他有可能 也考虑 两裤之后 这个力量大 白球走12也停不住 也有可能考虑这点 好 现在这个 两个滑色酷片球 对吧 我们现在特别不利 好 要不要直接先打6 6 1 7 5 3 然后0 5 2 球 来 可以加8 对 这一定先走7号 7号不处理 先踢8 不是很合理 或者是 打7叫3 最后拿5 去 推 完了之后 再推8也可以 不用K也行 对 因为对手的两颗球 现在他选择的 非常的多 还是K 看一下 K到8号球 左侧的底带 8号球 底带 K一个薄边 第13局 杨帆手 比分 9比4 是 其实现在杨帆你看他的比赛的那个经济状态真的是还不错的 你看他整个自己的一个精神状态或者一个兴奋点其实调整的都比较不错 对了杨帆最近有签约的意向吗 哪个厂家 好像听说有了一个沈阳的一个厂家签约 但具体细节没太多说 因为最近就是都比较忙 我也开球房一直弄他出来比赛所以说沟通呢最近少了一点 对现在这个属于上升期的阶段签约一个厂家还是有必要的 但是从我个人这边来观察杨帆的现在的状态还是欠缺了一点东西 可能是从那种气势上就是虽然他的球现在成绩很好 但是想达到某种的那种霸气还是欠缺了一点 是的他其实他的他打球现在技术上还还可以的 但是他自信程度确实是因为我对他了解是稍稍 最近自信程度比以前要强很多了 其实他一直也是稍稍总是在怀疑自己这样的 最近还调整的还相对好一点 看看传球有的话可以借势来撞一下这个中间的这个12号 10或者11有可能4号的底带有可能接力可以进 他应该先走那个也有可能 角度有点大了 我现在难题是上面的9号啊 嗯不好叫也不好开 哦这个传球真自然点哈 10号球中单 看这些小球的处理上王鹏真的真的是有自己独到的地方哈 但是现在这个问题都出来了 再打下去必须得再倒数第三颗球就要处理9 如果最后的话9号 哦他现在看看整体的 9号球我现在看不到是否能叫得很舒服的位置 如果能的话应该他会最后去叫9 这个球 这个球 15号 11号 10秒 把走上去 如果12号这个左下角底带有路的话 把这个12号走成一个正角 这样完了低竿吃一酷 这样的是还有应该是能走到9 但是这个整个整个如果执行下来的话难度会很大的 应该是遇到难题了 10秒 11号球中单 要打戒下吗 5 哦还真是 接薄了哈 其实这个球如果真的戒下的话 他的想法会更好一些 这个球接下15号 13号就有一个角度走那个下边的9号 哦好球 这一下8号解决了 这个球应该先把4号给处理掉 这样的话就 对 几个球 要把2和7 这个进球的点给让出来 就勾7和2中间 我这样的也 如果勾好的话是最合适的 没问题 真的是这样哈 看理一下 效果很好 好 7521 这个角度有点偏正 力量稍稍小了一点 但也可以打 这样的话 2号 2号难度就有点大了 有可能最后用2号走回8 5号球底探 小心 这个姿态 看对于初干能不能很顺畅 没问题 还可以 还是有一些难度 打1可以叫左侧的2号球中带吧 这样的话发力和装酷会更顺畅一点 他下低竿 没看懂 没有处理好 他的想法 吃一户 像走2号这边右侧的底带 应该没有处理好 不过好像还有白球跑出来的线路 一二三四核心 我这个难度 进球的难度会大一点 好像选择低竿 那还带上一点旋转 啊 带人赛了 好力量稍微大了 大了些 正好 大了一点点 看 要勾一下 嗯 扣了 带口 现在压力留给王鹏了 他王鹏也是像就是如果在9号真的推进或者选择一个球打进的话 这局面直接就直接就就开朗了 嗯 八成应该还会在防疫感打十一之后常在9号的后方 嗯 你可以哈 应该是嗯 觉得这球应该不会轻易的攻吧 他9号挡好像是他9号的右侧 直接杀了 根本就哎 运气好 还不错 好 看看要不要跳进 跳进的话应该手架手架放在十一那应该不是很舒服 看他手指的长度吧 这个球爱好者也要看一下啊 看看他这个跳球 跳球着重一点 描 描8号描准了也也不一定有用的 一定要没有赛 如果有赛的话 你跳过去的产生弧线 他就会跳走内容 会进 哎 看好了看好了 别的四局杨帆上 比分10米4 观众请保持安静 第15局王蓬盖就 要加油了 现在比分落后要可方面调整 现在来说比较关键的时候对王蓬这个球开球有没有下 好 六号球 一号球 几号 一号啊 一号也有下 一号可以顺势推一号 六号要立起来有难度 看主球能不能跑出来 还不错 六号中段要是有的话 直接就打三了 这个打进之后运气也不错 整个全都打开了 而且选择的也多 好了 这一局里面关键的一颗球 进了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哦 好 好像还有一点角度 四号左下的底带不知道有没有哈 我有的话顺势一推 叫中带去了 力量小了一点 不过可以 他是 杨帆还算比较敢于用干法 其实像这些细节的球推这个六号 假设王鹏要处理的话会有可能 会拧大一点也不会小 不过没问题 这根球打进了横移库 哦 凶猛型的哈 看来二号七号应该没有了吧 那么打二号球能不能直接留住两个中带 尽量的去留 这个要低杆戳住哈 对 只要是看出杆的稳定线 这个难度也很大 尽量偏薄一点 不要厚 尽量偏薄一点点 好球 像这种球低杆戳住的话 爱好者要注意尽量不要有赛 如果你用赛去戳的话 在这个没碰到二号球的过程中 就会有变化的 就会产生问题 好 应该会打七 好 这一杆球 发力的 这不是打点的问题啊 这完全是 发力的问题 发力过程当中 他的出杆 拉杆的最后那一击 出杆最后那一击 拉杆的长短 和那个出去的动作 就往下压了 就跟杨帆自己说自己的毛病一样 就是往下压了 才会产生这个 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些 真的是一个毛问题 所以说大家看到 这绝对不是说杆法高低能解决的问题 这就是出杆的动作 这是给王鹏一个惊喜啊 好 看看现在调这个库边11号球的角度 因为11号一定不要走直了哈 这球最好两库再弹起 直接一库的话 好了 有可能是反角 我们看不清 有可能也是反角 很危险 嗯 还是应该可以包酒吧 嗯 轻轻一包力量控制好 看下不行 看下这个角度有点过于薄 啊 啊 这就是老先手的一个一个 一个那个 老道之处哈 对 这个球就防守了 一杆 所以说在爱好者平时也要注意就是在你进攻过程中其实变化也很多 5号小中单 你看这个球就可以选择再防一个 还不错 还不错 那现在要不要 我看看啊 先传一下吧 其实也不用直接14这边两库绕过8号 8号的右边转过来 嗯 调完9用9来叫单脚 嗯 角度合适 嗯 可以 他用低杆左塞三颗星的办法 他没有直接加右塞高杆过来哈 可以 好球 两个都有下耶 这个位置很合适哈 哦 打这个他觉得更蛮妥 好的 没问题 8号球 8号球抵蛋 15局王鹏胜 比分5比10 好的 比赛继续王鹏开球 哎 不好意思 杨帆开球 杨帆开球 16局 杨帆开球 嗯 刚才王鹏同时叫13-15这个线路啊 再一次体现了他的思路的功力 这杨球炸的其实质量很高的很正 这个炸球力度一方面这个炸的非常正才会 嗯 进球的角度会多一点 好 要不要打7条6来K 还是说拿6现在直接去K 好 要能精准的单K到花色球就更理想了 好 这杨球 好像是没有去K是吧 嗯 应该是没有 那一会怎么解决这个球呢 应该用7号吧 哦 那颗球是11啊 我看成了那个3号球了 哈哈 这个角度非常像哈 嗯 这个球 他的本意应该是T4号 或者是走4号 完了 赤库力量大了 哦 这样不太好 不是很理想 那这颗球 看看这颗球 这个球打进了的话 好像没有什么好的线路 嗯 要求中的 选择的完全正确 嗯 包了 嗯 包了 这球 选择的方式比较多 所以说 帮朋友一个长考 考虑时间 哇 直接把对方球踢死 看 杨凡还是选择进攻 只要有一点点进攻的机会哈 打球的这个就是这个 球风风格 好 尽量把1号角度较的偏薄一点 停在8那附近就最理想了 哦 角度可以 就是远了一点 好 还得下一点低竿 不要先碰到 那个对方的两个四球 这个下面还有个3号吧 没有3 那是11 哦 应该就叫8号了 叫的还是偏远了一点 如果再近一些 好下干法 好 这样剩一颗 好 看一眼 推进15号 一旦不进 请观众把闪光弄弯掉 嗯 没有接下那边 他没有选择直接 清台 过渡一下 对 要等一看 因为这杆球 就算杨帆解到了 很容易把对方的两颗球给打活 对 其实现在汪鹏选择的思路很好的 他故意走下来 完了打10 斯诺克 完10号 对 这个斯诺克一定要小心 很多人会 所以 直接随便做一杆 杨帆还有一库解球的机会 尽量这个按照做的话 做到他不能 哦 哦 等下把这个创开 把底线的量 哦 这样觉得不稳妥 要就不安 如果要是有一库解球的线路的话 对杨帆就是很有力了 看样子好像稍微被挡住了一点线路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看能不能直接打到 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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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的缝不够穿过来 应该是不够 直接吹裤吧 要重重连过吗 哦 漂亮 说我那个世界里面好像不过一个球 啊 这个 这一下的话 这个打那个 13号吧 13号的那边 吃一壶还能反过去 13号的左边 但是这样防起来 他自己王鹏自己的花车球都传死了 这个还需要几个回合应该 十秒 直接用踢杆 看他也考虑有可能把自己的球传死 这运气 运气不好 其实这个球 打13防的话也可以 传死了下干才找机会在 在过渡 这个球他有可能考虑 怕把自己的球传死完了 才导致的这个问题 8号球中弹 16局 杨帆手 比分 11比5 好的 我们进入第二次暂停 启动快速模式 王鹏启动了快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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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版源也是告知杨帆 他又换了一种冲球 这是他前一段时间 尤其是上个赛季用的比较多的一种冲球 进了 非常好 没有几乎没有相连的球 而且每个球几乎都有下 尤其现在花球 局面非常好 拿一扣起来看 直接给 这样更简单了 14号球进来 这个球顺势如果要能借力的话 床外观众请保持安静 最好了 把6号戒掉 5号 那个15中带就有路了 非常漂亮 这个球9号第一干马会一带 11号 11号角度不要太大 尽量走直了 好的 没问题哈 这个球推一下 完了15一个正脚哈 8号球 8号球中带 没问题 清的很工整的 你看王鹏清台就是 风格比较细腻 几个这些时候处理起来 连的比比就比较好 19号 19号 24号 4号 3号 4号 4号 2号 4号 1号 4号 4号 5号 4号